9月24号 俄罗斯国家队 国家足球队 到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 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队举行了一场友谊比赛 然后比赛结束之后 本来应该全体成员 这个国家队的 俄罗斯国家队的全体成员应该返回俄罗斯 结果有五个人 有哥五个 都是这个球队的行政人员 他们拒绝返回俄罗斯 按照中国大陆的这种语境就叫叛逃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哥五个都接到了这个俄罗斯的官方给他们的动员令 要求他们入伍 这五个人集体叛逃了 我记得八十年代 中国好像上海京剧团吧 有几十个人 可能二三十个人到美国加州去做访问演出 结果整个的一个团都留在美国没回来 是吧 还有一个什么羽毛球还是网球运动员 叫胡娜 是吧 也到美国就不回来了啊 俄罗斯最近也开始了 而且俄罗斯啊 一发动这个普京啊 一下令这个叫部分动员令之后 俄国人往全世界跑 能往哪跑 往哪跑 芬兰呀 什么格鲁吉亚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然后蒙古国哈萨克斯坦 哎呀 飞机票涨了十倍二十倍 是吧 还有的那个在边界口岸开着车大排长龙 有的人着急啊 怕俄国人把他们截住啊 怕俄国的警察军方安全人员把他们截下来 有的人连车都不要了啊 或者把车都扔了 也许是打的车啊 我也不清楚 反正几十公里长的这种 这种那个大排长龙 然后他们就徒步 拖着沉重的行李箱 到口岸上 希望快一点进入其他国家 还有去土耳其的也特别多啊 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的啊 能往哪逃 往哪逃 哎 看见我这本书了吗 CIA与KGB 中央情报局与国家安全委员会 美苏国家安全机构纵览 这个金城出版社有可能啊 固若金汤吗 这个出版社可能就是国家安全部的啊 结果是吧 你该解体还得解体 该垮台还得垮台 哎 对了 今天 昨天 昨天 乌克兰 乌克兰用海马斯火箭弹 袭击了连接克里米亚与乌克兰 大陆的那个跨海大桥啊 跨海大桥 哎 是乌克兰 是连接乌克兰本土的 还是连接俄罗斯的那个克斥大桥啊 现在我就不太清楚了啊 反正是连接啊 反正是跟这个克里米亚半岛有关的啊 还有这两天在这个赫尔松方向啊 这个乌军啊 也获得了胜利啊 然后 夺回了备战的领土 前两天是莱曼或者叫利曼啊 有的人说叫红利曼 那是苏联时期的名字啊 不要加个红字很多人很恶心这个字啊 乌克兰越来越战上风了 俄罗斯越来越甘败下风了啊 现在俄罗斯穷的连老百姓连连士兵的军装连这个最基本的冲锋枪 现在就供应不上了 军粮都供应不上了 俄罗斯快破产了